下禮拜就開哈囉 很多海鮮都會去買一些用品 花也是已經要有的 可是這次標準減染又條件發明 市民上的花有七八成都有所謂的 為了要保護孩子的健康 經濟部的標準減染又標示 從十月份開始 花是強制的減染的東西 要通過減染再可以來買 這點裡面的漆漆是八百種 燒又好用 也是孩子肚子肚子一定要買的 不過標檢卻之前 條件發明市民上的漆漆有七八成 都有所謂的 影響到孩子健康 所以按今年十幾分開始 漆漆是經濟減染的商品 標檢卻表示 為了讓漆漆更軟Q 早上會加進所謂的 不過有一種零飯二甲酸質類的 所謂的荷爾蒙 會造成漆漆慈性化 增加漆漆避漆的機會 為了保障孩子健康 不能夠避充 違反就要當法 違法的話 只要是授起淘柬的話 我們就可以除以 二十萬到兩百萬的罰款 所以不管是國內行善的 要是進口的漆漆都要有 完整的專門標示 還要交上經過議 打合格的標準才能買 標檢卻也提起家長要教孩子 用完漆漆一定要去洗手 不可以讓孩子把漆漆放在家裡 這樣才能保重健康 即將看一看一看一看 再把報道